1月11日,嫦娥4号着陆器和玉兔2号巡视器,完成两期互拍。 嫦娥4号任务取得成功。 从此,嫦娥和玉兔开始了长期驻留月背的生活。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还有哪些事要做? 迎接月背严酷环境考验。 由于长期受到云时的冲击,月球背面月表环境更为严酷。 嫦娥4号着陆器,虽已成功落月。 玉兔2号的月背之旅,却注定不是坦途。 2014年,嫦娥3号月球车玉兔号,在进入第二个月夜之前,就因故障而止步。 此外,月球上白昼时,温度最高达150摄氏度。 黑夜时低至零下180摄氏度。 一个夜晚相当于地球14天。 如何度过炎炎晌午? 如何在漫漫长夜里抵御严寒? 对嫦娥和玉兔都是很大的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科研人员们已提前做了考虑。 月夜降临时,玉兔2号会找好气身之所。 收起围杆。 和上太阳翼。 同着陆器一起修年。 直到太阳照射到太阳翼的电石片上。 沉睡的嫦娥和玉兔才会被唤醒。 开启新的旅行。 中国太阅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介绍说。 玉兔2号还对电缆勾挂系统, 进行了电缆最小化裸露改进。 针对勾挂、摩擦等应用场景, 做了上千次试验。 大幅提升了整体可靠性。 关天策地破解宇宙谜题。 恒星的起源是什么? 星云是如何演化的? 月背的辐射又怎样? 要尝试解答这些天文谜题。 嫦娥和玉兔, 在月背的科学任务, 可谓满满当当。 它们的科学任务, 主要有三个方面。 耳听, 听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电磁信号。 嫦娥4号着陆系核中继星上, 分别安装了中国研制的低频射电频辅仪, 和中和合作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仪。 到月球背面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 是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 中科院月球与深空探测总体部主任 曾永廖说。 这样的天文观测是研究太阳、 行星, 及太阳系外天体的重要手段。 也将为研究恒星喜源和星云演化, 提供重要资料。 眼观、观察月球铺面的物质成分。 玉兔2号装备了一台侧月雷达。 配合全景相机、地形地貌相机和红外成像光谱仪, 可以获取集地形地貌、物质成分、 浅层结构于一体的综合地质铺面。 这个铺面一旦建立, 对阶式着陆区域地质演化历史、演化细节, 将有重大贡献。 手摸、触摸月球表面的独特环境。 嫦娥4号上的赞赫, 还将对月面中子与辐射剂量、 中性原子等月表环境进行探测。 研究宇宙辐射、太阳风, 与月面物质相互作用的情况。 新华社莫斯科,1月23日电, 记者鸾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网站, 23日发布消息说, 联邦安全局日前会同俄内务部, 和国民进卫军, 破获一个武器制范网络, 起获大量枪支弹药, 并抓获86名犯罪嫌疑人。 消息说, 俄特工和执法人员经侦查发现, 上述被抓获者, 涉嫌在隐蔽作坊内制造弹药, 设法增强若该种民用枪械的杀伤力, 并在俄各地贩卖武器。 在抓捕行动中, 俄联邦安全局等机构, 共收缴126支手枪, 16支冲锋枪, 18支自动步枪, 以及1万多发不同口径的子弹等。 俄武器专家正在对被收缴的枪支弹药进行鉴定。 近年来, 俄有关部门不断加强打击非法武器制造贩卖活动, 每年都有相关重要犯罪团伙, 在俄境内落网。 医疗对向边防官兵赠送药品和消毒卫生物资。 陈凯社, 新华社哈尔滨, 1月10日电, 陈凯, 马亮, 田国庆, 辗转行城八昼夜, 接诊一线边防武警官兵迁余人, 奉送药品和卫生消毒物资价值数万元, 健康知识视视频受贺同步覆盖数千官兵, 连日来, 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寻诊医疗队, 从哈尔滨奔赴千里之外, 位于北纬50度的黑龙江, 省北部边防一线展开寻诊, 医疗队专家进搬入排围战士检查身体, 田国庆社, 寻诊中, 医疗队为数百名官兵, 进行了疼痛、呼吸、消化、 脱外、心理、皮肤等方面的诊疗, 同时向官兵传授相关疾病的知识和预防措施。 在某边防旅, 医院专家为现场150余名官兵, 做健康辅导, 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 向其他官兵同步讲授。 入伍24年的某部汽车, 修理联益级军事长石铁兵, 患有胃病和肝囊肿, 医疗对几名专家, 分别对他进行了诊断, 并提出进一步治疗方案。 在某执勤点, 医疗队员顶峰冒雪, 为执勤战士送一送药。 这个医院院长于金昌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组织, 对边防一线的行诊活动, 为官兵健康保驾护航。 新华社拉巴特, 1月21日电, 摩洛哥军方21日发布公报说, 魔空军一架战斗机, 当天中午在该国北部陶纳特地区坠毁, 飞行员成功逃生。 公报说, 这架幻影F-1型战斗机, 在训练过程中, 因机械故障坠毁。 飞行员成功弹射跳伞逃生。 公报说, 战斗机坠毁于无人居住区域, 为造成附带伤害。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张选杰, 李冰峰, 练兵先练将, 比武重比关。 火箭军导弹旅团长比武13日结束, 为期三天的比武中, 数十名导弹旅团长在特殊赛场聚焦实战, 对阶实战, 从台禁忌, 激烈比拼, 不断增强筹划和指挥打仗能力, 立起新时代指挥员好样子。 火箭军参谋部训练局有关领导介绍, 这次导弹旅团长比武, 聚焦破除和平击毙, 紧贴作战任务, 作战对手, 作战环境, 旨在解决五个不会问题, 坚持一战领训, 以比促训, 按照依据大纲, 使度拓展, 突出实战, 综合比拼的原则, 突出作战指挥核心能力和打仗必备重点关键, 采取指挥, 技术, 保障融合考, 体能, 智能, 技能连贯比的方式, 重点比指挥筹划, 特型处置和军事共同课目, 记者在比武现场见到, 比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 都较往年有了很大创新, 此次比武按照实战化牵引, 体系化设计, 模块化组合的思路进行, 参赛的旅团长按照部队呆附的任务进行分组, 区分军事共同, 岗位基础和岗位应用等三个部分, 在和声化防护, 指挥手段应用, 敌情我情判断, 战场环境分析等众多课目中, 多内容连贯好, 多技能综合比, 有效检验提升导弹旅团长综合能力素质, 在此次比武中, 还组织了岸钢师讯和群众性练兵比武经验交流活动, 以及临选了作战指挥, 导弹专业, 综合保障等, 共四类二十项内容, 进行群众性练兵特色课目展示, 推动练兵比武向纵深拓展, 据悉, 去年十二月以来, 为推动群众性练兵比武深入持续开展, 火箭军还先后举行了参谋人员和两长一手比武, 根据火箭军总体安排, 下一步将采取单兵比、单元比、体系比三步法, 在部队全面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 营造今五上五浓厚氛围, 不断激发光兵被战打仗热情动力, 广泛兴起实战时性热潮, 新华社澳门一月一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一日发布消息, 根据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发的命令, 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徐良才, 任驻澳门部队司令员, 日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袁玉柏中将来澳门宣布了驻澳门部队司令员任职命令, 徐良才表示, 将与政治委员周吴刚, 一起率领驻军全体官兵,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伟大方针, 尊重并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等法律法规, 与行防务职责,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